来看看新闻网 请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大伟 今年26来自江苏南京 给大家带来一段现代舞 开始 音乐 起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才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支约会 男孩为了他自己排队 八年的积蓄卖了门票一对 我长得大心醉 我长得大心碎 再三十三岁 真爱那么珍贵 年轻的女孩求他扬一扬尾 让男人决定跟谁演奏告别 嘿嘿嘿 谁在远走高飞 我长得大心醉 我长得大心碎 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 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我长得大心碎 他在远走高飞 你长得大心碎 你长得大心碎 我长得大心碎 你长得大心碎 我长得大心碎 真的假的呀 四年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十天前 四年不练功 十天你给我恢复成这个样子 真的假的 真的 是吗 其实你的底音打得不错是吧 小春老师 其实我的动作在地面的偏多 我不敢站着跳 因为脚跟不稳 重心压低才可以 个子高 你以为我没跳过舞吗 你好像讲的我不知道一样 大伟 你的名字我知道 我前两天看过 有台的一个舞蹈节目 你拿了冠军 那你应该是练过舞的 所以你说四年没练舞 这个有点问题 四年没有练 真的没有 那个有台的你跳了舞 没几年 没几个月 那种伴舞需要练功吗 这四年干嘛了 四年就是类似于转行了吧 干什么 做企划 企划 按头 按头 就放行舞蹈了 平时也会去跟我的朋友们去练一练 玩一玩 但不是练功 是为什么改行 从舞蹈改当企划呢 是因为过不下去了还怎么了 是 就舞蹈养活不了自己 我之前参加过很多的比赛 也得过很多的奖项 对啊 因为可能是太现实了 我觉得做舞者 做舞者 永远没有出路 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一直这么认为 那你到武林中办来干嘛呢 想解除我的困惑 如果这个舞台 都让舞者不能够有出路的话 那我建议所有的人 不要去学跳舞 因为一定没有出路 这个舞台给了你想要的 证实也好 荣誉也好 然后呢 灯光舞台 舞者一个人 仅此 然后呢 然后 我希望我能在舞蹈 舞蹈这条路上面 更丰富自己 这都是虚的 生活怎么办呢 怎么也会需要活下去 我不知道 这个舞台你赢了 有一个光环 回去里面又面对生活 踩米油园 娶老婆买房子买车 还是很现实的 还是养不了 你还挣不着那么多钱 怎么办 继续做企划吗 我觉得这个舞台可以给我未来 您那么肯定 我非常欣赏您的一句话 跳得好的 舞灵争霸 跳得不好 舞灵争发 我宁愿争发 我希望你争霸 如果你坚持不到最后 如果你争发了 我会送你一碗馒头的 我一定吃下去 拿个馒头回家 挣馒头 好 我们表决一下 四票全过 四票 要么武灵争霸 要么武灵争发 李大伟会在这个舞台上 成为武灵霸主吗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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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拭目以待